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秦蘭 其實這兩年的新車 全世界各車廠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就是環保意識的抬頭 大家都希望讓它的油耗更好 排放量啊 碳排放更低一點 所以除了像是傳統的 內燃機的汽油引擎 有了downsizing的科技 渦輪增壓以及像是怠速熄火 等等的技術裝置 來降低它的碳排放 以及油耗改善之外 又多了像是油電車的Hybrid 我們看國內最普遍的可能就是 以Toyota LASUS 這些Hybrid的車型 大家最耳熟能詳 然後又有了Plug-in可以插電的Hybrid 像是我們之前頻道也做過 像是Prius的PHEV的車型 然後在最近半年來 國內來勢洶洶的就是 所謂的純電車 像我們頻道試駕過的Jagra的i-Pass 以及市場當紅的Tesla Model 3 等等的車型 不過話說回來我覺得現階段 2019年年底台灣這個時刻 其實上次在試i-Pass的時候 就跟大家講 我覺得充電的這個問題 還是有一些存在 不光是公共設施沒有這麼普遍之外 你要在家裡或是辦公室 擁有充電的機構 其實都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最佳的選擇 應該算是Plug-in的Hybrid設計 而我們今天要試駕的Volvo V60 它就是屬於這樣的插電式的油電車 那我們今天其實是來參加 Volvo S60以及V60 Peahab車型的公辦 一早我們在台北集合之後 我們經過了台中 我們中午在那邊用餐 來到草霧道 也做了一個插電Plug-in的實際體驗 現在我們其實是要往日月坦開 行經的現在是在國姓鄉 屬於叫做喬聳雲天 地方還蠻漂亮蠻壯觀 它是屬於國內高速公路 八大騎警之一的第一名 大家如果要來的話 可以查一下打卡點喬聳雲天 因為今天我們安排的是 V60旅行車型的Peahab車型 那考量到其實大概三個月前 我們頻道已經試駕過 S60以及V60的 T4 Momentum的入門 以及中間的T5R底扇 那今天是T6的Inscription 也就是Twin Engine 高階的車型 所以我們今天的試駕重點 會跟各位觀眾來分享 它我們剛剛講過Plug-in的Hybrid 以及它與T4 T5不同車型的 差異的配備的地方 實際的規格以及售價 請大家參考螢幕上的表格資訊 好 我們這次來到了日月潭 經過一夜好眠之後 現在第二天我們來做 V60 Peahab車型的動態試駕 那我們剛剛其實在 我們其實在開場跟大家講 因為這台車我們試過 Sardanus 60以及五門的V60 T4 Momentum T5R底扇 以及今天的V60全新的 T6 Inscription Peahab車型 所以我們的外觀內裝 就請大家如果真的對這個車有興趣的話 去查一下我們頻道 其實都有很完整的解說 那還是聊一下這一台 因為它是T6 Inscription 是最頂規的喔 那外觀其實沒有差異太大 主要的Inscription它跟 Momentus 一樣使用刺柵式的水罩 然後它配到了 二、三、五、十九的 rocket 是三個集巨最大的 rocket 那來聊聊看這台的內裝 其實當初在試 前兩個集巨的時候 就很期待的就是Inscription 它配了所謂的漂流木的飾板 那今天終於見到本尊了 這就是漂流木的飾板 那有跟原廠討論一下 其實它這個並不是真的 我們印象中所謂去河床撿來的漂流木 加工製程放到車上 它其實還是用一般的木質的材料 但是是做的類似上面的工法 是接近很天然自然的這種木紋的漂流木的style 也跟大家說一下 但是你仔細看它這個漂流木石板 當然跟一般我們傳統的胡桃木 或是金屬 鋁質石板 你可以感覺說它就真的是比較偏自然的風格 因為我們知道的是其實 Volvo一直走的都是說北歐瑞典的style 很有溫度感 那你看它的其實在一些組裝的這個間隙上 也保留了一點這種天然的成分 它不像我們一般人工絲板切割的時候 會做的這麼的密合 它反而保留了一點點那種自然木頭的紋路 以及這個間隙 算是我們仔細觀察發現的一個地方 那另外內裝配備 今天T6 Inscription的儀表 12.3吋輸位儀表 以及9吋直立式的屏幕主機 大家都很熟悉 也是Volvo家族化的內裝配備 那音響配置上 這一台有比較高規的 是Harmon Card的14支的喇叭 那其實Inscription 你可以再花費13萬 去選它們B&W 我每次試到Volvo的時候 我都要講一下這個音響 他們這個嘴頂規 B&W的音響 真的是我聽過目前 應該是我們頻道 我試到目前 最讓我會騎雞皮疙瘩的一套音響 可以再放一首好歌的時候 你可以聽出每一個樂曲的點線面 包含不同的層次 音場的位置 真的很棒 那也問了一下原廠 蠻多買這種頂規車型 Volvo車系頂規的車主 也都願意花個13萬 來選B&W的音響 我想Volvo的TA客群 就是應該是對車的認知 跟品牌的認同度 都有一定的程度 它是很喜歡這樣的style 才會去買 所以它會願意做這樣的一個 品味以及乘坐感受上的投資 好 那我們正式來聊 這一台T6 Inscription的Ting Engine 它的全新的插電式的複合動力 那基本上它是採用所謂的EAWD 就是電子式的四輪團動 它的前軸是一個2.0 雙增壓的動力 雙增壓就是機械增壓加渦輪增壓 它基本上可以輸出253匹的最大馬力 那再來在後軸它配的是電動馬達 可以輸出87匹 所以它的縱效馬力數據來到340匹 縱效扭力也突破了60公斤米 那其實Volvo我們也講過 它的縱效馬力算法 幾乎就是1加1等於2的概念 跟我們試過的一些像是 就是以Toyota的Pierce或是它也有插電 或是Lasus的Hybrid車型來說 1加1它有時候縱效馬力算出來 它並不會等於2 其實這各種是有一些原因 因為Volvo它們的算法就是前軸是用油 後軸是用電 那它輸出是個別輸出 也可以做互相的交流的支援的輸出 我們等一下會做它一些原理的介紹 所以它基本上加起來是各有各的動力 不會互相去耗損的 所以它是1加1等於2 但是如果說到Toyota集團它們的Hybrid的話 它其實以這個Lasus的ASR150H來說 它是前面有兩個馬達 後面一個馬達 後面也是一個電動馬達 前面兩個馬達有不同的工作任務 它除了有引擎它用的是比較低功率的 像是阿特金森的引擎 搭配前面兩個馬達 一個負責啟動引擎跟充電 一個負責驅動前輪跟充電 所以它在做動過程中 會消耗掉一些引擎的動力 所以它1加1不會等於2 那這個部分也跟大家做個說明 那這台車配的變速箱是 Geotronic 8速的手自排變速箱 那原廠0到100 以今天V60它是5.4秒 那如果是Sedan車型會快0.2秒 那安全級速它有230 那如果說到電的部分 它配的是一個鋰電池 它是在車身的中央位置 那它的規格部分 它是一個400V的高壓的鋰電池 11.6KWH的電容量 其實它們每一年每一代的小改款 電容量一直在提升 現在已經到了11.6KWH 它的續航能力方面 如果你今天用這個 純電模式來行駛的話 它大概官方數據是說 V60可以有50公里左右 但是當然還是要看你今天的載重狀況 以及你開車的習性 甚至你空調的溫度高低設定 音響的 如果開了很高的音量在消耗的話 都會多多少少影響到電池的容量的損耗 所以平均來說 原廣是說大概50公里 那今天因為我們在日月潭時間比較趕一點 想要給大家不同的動態的細節的一些分享 我們原本是想說要來一個環彈體驗 先看看用純電 大概30多公里應該是可以跑完啦 我覺得應該是沒問題 或許同業有做這樣的測試 我們再來看看其他的頻道 是不是有這樣的心得分享 再來就是它在純電模式的極速 大概可以跑到時速125左右 那剛剛聊到它的鋰電池 放在車身中央的位置 那跟不論是我們講雙B 奧迪甚至是Toyota的集團來說 位置都不大一樣 那Volvo強調這樣的設計的主要的好處 第一個就是它靠近車身中央 重心位置好 而且它又放得比較低 然後再來就是真的發生碰撞的時候 它也比較安全 不是在頭尾比較容易碰撞 有這種起火啦等等的疑慮 那這個鋰電池它的一些設計上 其實跟一般我們剛剛有聊到 像是Toyota的Hybrid車型是用孽青 那這樣的可插電是用到的鋰電池 那它其實裡面是有6個電池模組 一共96顆鋰電池 那它的壽命 原廠也給了一些參考的數據 就是說假設以我們一般正常人 每天讓它充飽電 你開開開上班或出遊玩 用完再充電 一天大概充放電兩次的狀況下 一年開個300天吧 一年大概開2萬公里的里程的話 原廠是說它有15年的壽命 那15年的到了以後了 並不是說電池都完全不會衰退 因為我們知道 現在其實是最新的iPhone手機 它也是可能衰退比較慢 它的功率這個效果做得越來越好 那以Vogue來說 他們15年後 他們是保證說也還有電池 原本容量的70%的功率 那當然大家也會擔心到 這個電池的價格維修部分 原廠也有公佈它們的數據 我們剛剛講它有6個模組 一個模組單位的維修售價是 7萬8左右台幣 那當然這種鋰電池它要壞的時候 或是要衰退的時候 是一個一個模組衰退 不會同時讓你6個都掛點 所以在維修的時候 理論上也是一個一個遇到 但我一直在想這個車買了以後 會開到15年的車主 我想應該比例不是太高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 270萬左右的車 再加上你一些選配的話 可能是將近300萬 以這樣的消費習性的車主來說 可能不會把一台車 用的年限這麼久 所以我覺得在電池的 保修的費用上 可以不用去憂慮太多 好 那再來聊一下 這台開的感覺 它其實在車內 有一個Drive Mode鍵 也很漂亮 上面也有做工 對了 而且這台車 也有這種水晶排檔頭 而且每次試Volvo 它都會給兩瓶 很重 還不錯喝的氣泡水 就是它們對這個內裝的質感 包含一些試車時候 都還滿貼心的 很搭 好 那我們來說 它開車的感受 那以現在我們按下去看到的是 它在Hybrid日常使用 其實以我們一般開的車來說 Hybrid它就等於是 Normal一般的駕駛模式 那以今天這台車 P-Half的Normal來說 它其實在你比較 溫和的駕駛的時候 其實它起步是可以用到 純電的部分 那其實從儀錶板 現在因為我們一直在唐突看 你看儀錶板像現在 它這個油滴的部分是空心的 表示我是用純電模式在行駛 你的電量還有多少可以讓你使用 所以理論上我越開越快 它耗電越兇的話 那個藍色的區間就會越來越少 那我覺得以在Hybrid模式 一般模式開起來 它的動力反應已經算是相當不錯了 好 那我們現在再來把它切換到Pure Pure的節能價值 其實就是我們講的Eco模式 那它這樣的下去 其實不光是油門的反應 跟我們開Eco一樣 它會稍微讓你的油門訊號 稍微再悶一點 遲緩一點 另外搭配像是空調的功率等等 它也都會主動的去降低 讓你達到節能的功效 但我覺得這樣子開 其實你這個車的調性 其實用節能也還不錯 動力夠用 然後你真的想要省油節能的話 放在這個模式會有更好的表現 那再來它也有像是 Constant的AWD四輪傳動 但基本上你一切進去 你會發現原本的油電顯示表 它會切成傳統的 右邊就是轉速表 那你就會有在一個前輪的引擎 隨時啟動 後面的馬達也是隨時待命的狀態 它是採用四輪傳動的輸出 那當你如果在比較激烈 或是彎道中有一些打滑的現象 它也會再做動力前後的調配 那最下面除了Individual 我們不做細微設定 那最下面它還有一個Power的模式 那Power模式其實它也是會有轉速表出來 那顧名思義它會讓你有更好的油門反應 那像引擎前面會啟動 後面的馬達也會隨時待命 讓你有很好的動力表現 但基本上它就是前後軸 各自的動力系統 各司其質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台就是在變速箱的操作部分 它也有一些相關的功能 那我們常常知道這種油電車或是插電車 它都會有PRND檔之外 它這台車你往下拉 水晶排檔都拉一下 它會進入到B檔 也就是所謂 像我現在有點下坡 我收油看到電能表 它往下跑Ready以下 其實有個電池加號 表示它在充電 它B的話 或這個動能回收充電的效果會更好 也就是說你開起來會有點像是 傳統開汽油車這種 我們常常講下坡要退低速擋 用Engine Brake的擋煞的這種感覺 那你如果再推回低 你會發現它這個充電符號又回來了一點 表示它充電效能沒有這麼好 那當然了 Engine Brake的感受也就再輕了一點 其實我們常常看到這類的變速箱 我們會對它有一個很好奇的地方 這台車它的首次排其實是有的 它雖然沒有換檔撥片 但是你要在B檔裡面 它會出現右加左降檔 像我現在就是在Hybrid模式 右加左降 它是可以做8檔的檔數的變換 但是剛剛我們講的B模式 它其實並不是在變換檔位 它是用電子的電腦的控制程式 去改變它線圈裡面的電阻值 來讓你有模擬出這種引擎煞回充的效果 但它跟我們現在講的 手自排的降檔的功能又是不一樣的 就是這台車滿特別 跟我們時套車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另外在這個中央屏幕上 它也有兩個 除了一般的功能 空調音響以及主彎配備 環境 自動倒車等等功能之外 它也有所謂的充電功能 跟電量保持功能 那充電功能 像我現在在Hybrid模式 一般模式 按下去以後它就寫 引擎對Hybrid混合動力電瓶進行充電 這時候 基本上你在看電能表的時候 油低就是開了 然後剛剛那一段藍色 可以用的電它也都關掉 表示說這時候它隨時是用引擎 在幫你的電池做充電的動作 所以它自然而然不會讓你有 用純電行駛 它不可能讓你一邊充電一邊放電嘛 所以它現在是讓你全力做充電的動作 那原廠說它這個電池的充電 只會讓你充回大概40%的飽和度 這個設計其實它的概念 一般觀眾可能你會講 為什麼不讓它充飽 我就讓它一直充啊 我就付油錢 我讓它一直開引擎開長途 讓它一直充嘛 其實原廠設計師的概念還是說 今天它是PF的車型 重點就是還要去Plug In 才是它的精髓啦 所以它讓你充40% 大概在表上可以看到在這個一半閃電的位置 就差不多了 你主要你要讓它滿的話 還是希望你到了辦公室啦 像我們出遊到了飯店啦 回家啦再去做插電讓它充滿 這樣是它主要的設計用意 好 那除了充電之外 它旁邊還有一個電量保持功能 維持電量以利後續使用 它按下去以後咧 現在水滴出來了 然後電量也其實出來了 那它電量會告訴你 但是盡量少用 它把電量Hold住 剛剛我們充的電 它會把它鎖起來Hold住 讓你在之後 你要在市區啦 或是比較低轉速 低速域的這個時候 再去使用 也算是一個除電的保持功能 好 我們講了這麼多VOLVO PHAVE的相關設計 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覺得它還有很多 開起來很特別的感覺 我們之後 我覺得我可以來做一個 這個PHAVE的原力小教室 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話 在我們留言區 多給我們一點鼓勵留言 我再來找他們的講師 好好研究一下 但基本上的功能 我們今天剛剛都有介紹到了 好 再來我覺得 是VOVO車還是要聊一下 它們的安全配備 除了標準的主背動安全 還有六氣囊之外 還有很好的車身剛性 它用的是前雙位背後單體式的懸吊 開起來的架控感受 我們之前也跟大家講過 我覺得它算是在舒適跟操控間 取得不錯的平衡 但又往舒適再靠一點 如果你要跟賓士BMW 講BMW好了 講操控來說的話 Volvo又比較沒有那麼強調 它的Sports的操控感 它又往舒適靠一點 當然如果你在 像我們今天在日月潭附近的山路繞 其實它的操控也還算滿靈活清晰 但是舒適是它們的一個重點 我覺得舒適度是兼顧得很好的 好 再來它們的安全配備主安 我們也講過 它就是除了一般大家要的全速域的ACC 以及它也有車道維持的搭配之後呢 也就是PA2的這種半自動駕駛 Level 2的水準 所以我們一路開來 從台北開下來高中路 我都一直在用 其實你手握的方向盤3.9點 就可以很輕鬆的 一路用定速定距的跟車方式 很好用 另外像是它這個City Safety的 智慧碰撞的預警 以及主動煞停 它也針對車輛行人 單車客 甚至大型動物它都會作動 我們也講到它們一直在進化 它們不同的周邊功能 像是車側盲點 車道變換警示 後方車流 駕駛疲勞警示等等 它也有對向來車的閃避 包含它會幫你降速10公里 讓你盡量避免意外 就算碰撞 它也會幫你速度盡量降至少10公里 讓你的人 車體的損傷盡量降低 好 我們這次來日月潭 跟V60 PH相處了兩天一夜 我個人有滿深刻感受到了 這種插電式複合動力 動力設計的強項 我覺得它真的滿適合 目前國內的用車環境 另外我們平到過去一年來 試駕了滿多部Volvo的車系 又讓我深刻的體驗到 我覺得這家車廠真的 你會越開越感受到 它們的一些不同的地方 它跟一些其他德系的品牌 像是雙B 奧迪這些進口車廠來比 它們的車款的款式雖然不多 但是它的動力的編程設計 其實滿豐富的 包含外觀內裝的配備 都會給消費者做很豐富的選擇之外 而且它們也一直在跟全世界的市場在溝通 它們目標在2025年之前 要降低40%的碳排放 替環保盡一份心力 而且到了2025年的時候 Volvo它們會有一半的車子 會採用純電的動力 當然在現在19-25年之間的這段期間 它們也會陸續推出 輕油電 48V 以及像是今天的 Plug-in Hybrid 以及未來的純的EV的電動車 不同的車款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囉 好 我們今天的試駕就到此告一段落 別忘了持續關注 鎖定我們車水馬輪網頻道 以及我心態虛農的粉專 掰掰